民众抢购热腾腾的金黄香脆全卖面包 但未来恐怕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吃不到了 因为俄罗斯国防部指控 无军攻击俄军驻扎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 宣布暂停参与乌克兰鼓务的出口协议 俄国之治遭到攻击的目标船只有参与乌国粮食出口 不知无次甚至点名英国海军专家助攻这起恐攻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也是英国海军所为 英国自然反驳俄罗斯这两项控诉 乌克兰也反控是莫斯科使用虚假借口破坏谷物交易 泽伦斯基呼吁粮食一提必须成为11月登场的G团体上重要讨论项目 因为俄罗斯的这项饥饿游戏决定恐酿成新一轮人权危机 而在真实战场上乌俄持续在扎波罗勒猛烈交战中 俄军发射迫击炮击中目标 火箭炮一发接着一发阻挡乌军的推进行动 只是在北边恐怕会有新战场 白俄罗斯参战帮助俄罗斯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乌克兰也确定会在与白俄边界增加兵力 护卫疆土不会有丝毫退缩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